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涨 好 第二个是什么 散热 散热现在都全部涨上去 对不对 你也不敢买 我跟大家讲 电脑周边的现在也都开始涨了 涨到连网通都开始涨 对 没错 涨到连网通都开始涨 所以你现在一定会有一种感觉 我相信你会有一种感觉 这个感觉就是 你现在看到的股票 怎么那一天看了股票就一直涨一直涨 然后没有停 然后你不知道怎么下手 来 我跟大家讲举个例子 来 第一个 我们先看那个仲奇好了 好 仲奇我们六月三十号公开分享 万人见证 来 各位 从那一天以来 它就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有的 涨到这边的时候你认为说 假设我那天分享之后 涨了两天之后 你一定会想说 一斤膝两下 对啊 一斤膝 但是你会发现这边又涨了三层 对啊 各位是两层以后的三层 所以到现在为止 仲奇已经涨快六成了 哇 涨快六成了对不对 然后你没有上车对不对 好 没关系 我跟大家讲 我们还有一档这个雷霆万军 5.0 人家都是那个什么工业2.0 我不喜欢5.0 这一档个股 我们在LINE里面 有去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你要加入我的 想要数88168VIP的LINE 你才可以在盘中看到 我们同步的动作 好 接下来我跟大家讲 华琴到今天再创新考 281.5 想当初是141.5 141跟你讲 想当初一档 对 但是你就看他每天要死不活 要死不活 涨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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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涂涂涂涂涂 发现两个礼拜涨好多点 已经开始喷出去了 是的 好 各位到这边来讲 你也不敢买对不对 不敢 不敢了 然后继续往上涨 继续往上涨 你要三百 是 一转眼两百五快三百了 要被翻了耶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的古报都长这样 对 没错 都长那个死样子 就一直长长不停 长到我不敢买 对 长到你不敢买 我跟大家讲 他就越长越飙 你不敢买是因为什么 你不敢追的因素是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你不知道 他会不会追了就掉下来 没错 所以你那个去年十月份 以前的台股大跌五千点 那种噩梦还存在 你怕追了就掉 我跟大家讲 你不敢怕这样 你真的不用担心说 什么会震荡 会拉 不用想那些 各位你直接买都对了 来 换讯 划情之后 我们二线显卡 换讯 今天再次亮灯 我们上礼拜盘中的时候 就已经跟会员讲了 我跟大家讲 今天再长停 完全意料中的事情 因为你知道吗 我把眼睛紧紧上去上六天 你知道吗 是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 各位你去想想看 华情是华硕体系的 华硕当然没问题 不管他们从 他的基本的 这个所谓机器园 到高阶园这些 不管怎么样 他们的产品 他们的架构都非常的棒 所以他第一个率先长出去 你第一线显卡长出去 走资金会去做轮动 他轮动会找什么 找低机器的 但是又不能找太差的 比如说焊讯好了 焊讯大家知道什么背景吗 这台科大背景出来 台科大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在那个基隆路那一间 他们这个体系出来的 所以他们针对所谓的 这个所谓显卡的部分 他们自己有品牌 他们自己有品牌 行销国际 所以我跟大家讲 当你那一个长上去的时候 接下来二线显卡就会跟上 因为全世界都认为说 我现在就是要追所谓AMD AMD NVIDIA 这些巨头 那焊讯他是走 Intel这一块的 所以他也是很强 他也是很强 所以后续来讲 如果要走AI的话 他们也可以用 各位你要从 产业的角度去思考 今天 你看到散热里面的旗红涨了 双红涨了 然后建策涨了 然后现在连什么 连立志都涨了 没错 现在连泰塑都涨了 有的 今天连那个什么 有血洗也涨停 也涨停 血洗大家可能没听过 老牌的那个电脑散热大厂 都涨了 对呀 这一块都涨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DGC 只要他曾经是 国际知名的大厂 我自己肯定会去 一定会涨 比如说你看 这是我在我们那个 7月14号 那一天上礼拜五 这个我跟大家讲 我盘中的时候 我盘中的时候 我的报告 我的会员全部都拿到 你知道我盘中 决定的事情很多 第一个 我跟他们讲什么 什么股票是哪四档 讲完之后 这些东西 我马上研究团队 全部写出来 马上送给他们 全部在盘中的时间完成 全部在盘中的时间完成 所以卡位就是上礼拜五卡位 所以你看到这礼拜 一的时候 开始涨的时候 各位你不要觉得意外 因为我们的高阶会员周报 全部都帮我们会员准备好了 来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 在这里面还有一档个股 应该在这一档 就号码排序 这一支 会员朋友听好 我这边有写得很清楚 我说过全世界四战第二大的公司 你不要小看他 噴给你看 是 我跟大家讲真的 这个我在赖里面有写 我在赖里面有暗示 大家可以去看我的赖 那你不知道是什么 对不对 你先加我的小老鼠 88168 VIP 因为我随时在盘中 我跟大家讲 我的个性是这样 我是火象星座的 我有时候一冲动 我就会把东西发出去 一无都说 老师你先懂 你先懂 你不要充饭 等会员先买 等会员先买 所以你要先加我的赖 好 你要先加我的赖 你才会知道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不要认为说 我们这种期过了 还有没有其他 当然有 当然有 我们今天先买先赚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第二件事情 滑行之后 还有没有第二个滑行 当然有 汉讯已经上来了 没错 各位还有没有 还有 我跟你说 我会看到一个族群在动 是 而且是整罐的 整罐的 整罐的 我跟大家讲 这个族群不会输给什么 不会输给那些做笔电的 哇 他们一样都是台湾的扛霸子 是 这个产业的扛霸子 所以这个族群在动 基本上我跟大家讲 它代表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高速运算 第二个是网通 同时具备高速运算 跟网通的股票 是的 各位你知道吗 会员朋友 我们今天买基 知道吗 是 我们今天在那个 11点买基 是 同时具备网通 同时具备高速运算 有啦 这个是不是都是AI跟网通 对不对 所以AI跟网通 都坎败在一起的 各位投资朋友 你要赶快跟上 你不要认为说台股 现在美国要升息什么的 你不能去想 是 我跟大家讲真的啦 如果你还在讲 担心美国会升息这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你该去 你该去想一想的啦 你从这个大盘 一万五的时候 担心美国会升息 升息到现在 大盘的创新高了 已经涨多少了 对呀 你少赚很多 涨了2000点啦 没错 而且这个是一五四耶 你看如果从那个年初开始的话 差多少 从万二开始到现在 你少赚很多耶 非常多 为什么少赚 因为你只担心升息嘛 没错 那我就跟你讲嘛 这些东西已经告诉你了 台币的汇率已经告诉你 美元的走势 美国升息的走势 基本上美国升息 就已经说是 已经算是什么 慢慢的接近尾声 没错 就算你今天看到新闻好了 消费者 物价指数 大家看到这件的 我跟大家讲 就是有这种消息出现 你才有买点上车 当然 如果一路都没有这种消息出现 我跟你讲 你根本不用买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只要是什么 只要是市场 还出现所谓震荡的风险 什么可能下跌的新闻 升息的疑虑 这种都是你上车的机会 你要相信我 等到普世太平的时候 跟你讲说 那个什么美国 还会再涨一辈 你就来消息吗 是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 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机会 最好跟大家讲 我们这一档个股 我们已经有部分会有动作了 各位 AID机器 它绝对会是指标股 它绝对会是指标股 你相信我 它不是只有软体强 它连硬体都强 没错 各位你知道创意 为什么会涨到快两千吗 涨到无法无天 因为它跟台积电合作 所以台积电等于是 它在硬体这一块的support 对 没错 对嘛 我这样讲没错 因为它先进制程 所以它跟台积电有关系 它跟台积电没关系 但是它们公司跟台积电有合作 这很正常 跟台积电有合作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全台湾都跟台积电有合作 我们来家今天不是台积电的 台积电在合作 我的意思是说 它跟台积电有出一个新的材质的东西 这老门这一种讲过 新闻上找得到 所以我跟大家讲 他们现在东西已经开始出 因为AI的东西开始出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 它就是by case 比如说我今天 我创意的部分 可能我是摆这个 美国的大厂 像NVIDIA AMD 这些大厂 他们需要的是高通 他们需要的东西 我帮你做 那这一档 这家公司也是一样 也是国际大厂 但是它可能不是那个 先进制成完全的那一块 你看到这一波 你知道创 那个资源也上来了 对不对 我跟你说 创意资源之后 就是这支 就这一支 就这一支 好的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做这张股票 各位 你要去想 我是一个虎伟科技大学毕业的 我是芬兰阿尔托经济大学的硕士 你看到我的学历 你看到我的经历 你应该知道 我讲的东西是什么 我绝对不是空口说白话 我跟你讲的 它就一定会发生 是的 我从过去讲到 讲到的股票到现在 都一直在发生 没错 连穿武都被我讲上去了 是的 穿武这么大 真的 从400多涨到了700多 现在800多 800多了 跟正800多被翻了 那天主持人问我说 下一档长被 千金股是哪一支 我就说 看起来这个穿武有机会 我这样不知道会不会罚钱 你知道吗 好 各位 我们话题说回来 这支股票你一定要跟上 独具会也 一定要跟上 那个有钱的 如果真的有钱的话 我真的觉得 最少买五支 买五支 我跟大家讲 股市里面 你花一百万去买股票不多 是 没错 我公斤 比买房子好 把握机会 所以亲老朋友 来 节目当中不断地告诉大家 AI绝对不是泡沫 还有人在犹豫 还有人在怀疑来 指数来到了现在 已经创高了 从这一波AI带上来 指数创高的当下 所以亲老朋友 不要再说AI是泡沫了 AI股的确是涨翻天 包括了老师节目当中给大家的重旗 包括了在我们的赖里面的雷霆万军 包括了3515的华琴 包括了汉逊 您都见证到AI的威力 那么接下来这档 AI低机极即将喷发 它结合了高速运算跟网通 对 所以亲老朋友 双题材 你看到高速运算标翻天 看到网通股标翻天 这档股票 结合了高速运算跟网通 想赚了好朋友们 心动赶快来做行动 一样电话来做拨通 节目中再次感谢千鸿老师 华冠投顾 首推荐分析之各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定字幕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11 尽管投顾新字第015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